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过我姐 拿刀对着男人 我真不敢相信 原来我那个平日里看起来闲静文雅的姐姐 还有这么雷厉风行的一面 我和我姐是同母义父的亲姐妹 她是我们当地一所三甲医院的男科医生 而我目前是在她科室里工作的护士 那天 我第一次跟着她进了手术室 眼睁睁地看着她握着手术刀 刀起刀落 几分钟时间 一个切除男性包皮过长的手术就结束了 我全程目瞪口呆 这场面真刺激 我姐平时在医院里穿一身白大褂 扎着一个短马尾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那气质 文雅又闲静 但要是有人以为我姐真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那她就错了 我姐只要一下班脱掉白大褂 拿下眼镜后 就会有另外一副面孔 她有个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挖墙脚 我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我姐在挖墙脚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她好像什么类型的男人都挖过 我姐有两个微信 一个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用的 另外一个则是用来养育的 可我最佩服我姐的一点就是 她把墙脚挖到手了 却并不跟人家谈恋爱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我就是想单纯的想跟你做好朋友 背后的意思就是 你只是个备胎 很多女人把我姐这样的女人 定义为绿茶婊或者是海王 或许是我三观不正 我却莫名的十分崇拜我姐 因为她但凡挖别人墙脚 那绝对一挖一个准 不过我就没见她 真的对哪个男的动过真心 可偏偏那些被她挖来的男人 个个都被她迷得晕头转向 死心塌地的 那天我姐的科室来了个年轻女的 打扮得挺淑女的 就是脸很红 她是来找我姐咨询问题的 我当时刚好去我姐那道水喝 便在里面顺便听了几句 那女的说 我怀疑我男朋友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 她有时候能做一个小时以上 有时候却几分钟都不到就不行了 我姐说不一定 也可能是她偶尔精神不济 只要不低于五六分钟都算正常 更何况她有时候还在一个小时以上 那女的却摇了摇头 她有时候时间长 我怀疑她是不是吃药了 我姐原本正在病历上记录 听到这话 忽然抬起头看向那女的 你跟你男朋友打算结婚吗 我姐问 那女的点了点头 嗯 我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就是担心她骗我 万一她那方面不行 她如果背着我偷偷吃了药 再让我怀孕了 那孩子能要吗 可要是她真的不行 我跟她结婚 不是要害了自己一辈子吗 我姐神色淡淡地看着她 没有本人过来 我也无能为力 有机会的话 你最好带她来我这看看 那女的一听 却支支吾吾倒 我只是怀疑 万一她没病 那肯定要怪我 我姐淡淡地挑了挑眉 那你可以走了 之后我姐直接拿起鼠标 点了一下 很快下一位患者进了来 那女的胀红了脸低着头 尴尬地走了出去 我以为那个女的出现在 我姐的科室 只是一个小插曲 可没想到 我们还真是有缘 晚上下班后 我们俩一块出去逛街 之后找了个餐厅吃饭 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女的竟然也来了 而且她是挽着她男朋友 一块来吃饭的 我看了我姐一眼 我姐也注意到了他们 虽然我姐的眼神 看起来淡淡的 可是我却不由得 兴奋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 我姐要开始狩猎了 关于我姐喜欢挖墙角 这件事情 我们俩都是心照不宣的 反正她挖的那些男的 最后事实证明 都是渣男 我有时候想 我姐可能就是 天生帮女人们 辨别渣男的女神 但可能也只有我一个人 是这么想的 吃饭的时候 那个女的跟她男朋友 腻腻歪歪的 不得不承认 她男朋友长得高高的 皮肤白白的 人还挺帅的 吃到一半的时候 那男的来了个电话 离桌接电话去了 果不其然 我姐开始行动了 她放下筷子说 我去趟洗手间 我姐找那男人 做了份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底下 有我姐的联系方式 于是 那男人主动加我姐的微信 男人对漂亮的女人 一向没什么抵抗力 我姐脱掉白大褂 摘掉眼镜 在放下头发后 一张天生就长得 很漂亮的脸蛋 很容易让男人产生好感 她和那个男人 在微信上 坐车来的医院 我问她怎么不开车 她说车送去保养了 结果中午下班的时候 一辆四个圈的奥迪车 停在了医院门口 那男的接我姐来了 我站在我姐身边 微微挑了挑眉 我姐看了我一眼 神色平静的笑了笑 走吧 顺路也送你一程 我急忙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男朋友约我中午吃饭 她的车也快到了 我姐淡淡的笑了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谈恋爱的是 我姐虽然早知道了 但是我从来没带我男朋友 正式跟我姐见过面 说我小心眼也好 我有时候还真的挺担心 我姐万一丧心病狂起来 把我男朋友也给挖走了 我姐就算是挖了人家的墙角 挖的也是十分坦然 那天晚上 我回到家后 好奇地问了我姐 姐 你是怎么把冯承掉到手的呀 结果我姐的回答 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种男人需要掉吗 我放根杆子下去 连鱼尔都不用 她就心甘情愿地 顺甘爬上来了 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她把跟冯承 又发过几份调查问卷 请她帮忙做一下 结果冯承问 帮你做了这么多份的调查问卷 就不打算用实际行动感谢我一下 我姐顺手发了个红包给她 还说 谢谢 给你的报酬 那冯承收了 结果回了个520红包 给我姐说 回礼 但我姐没收 类似于这些操作 后来还有很多 有一次 医院让我们宣传一个健康公众号 我姐就在养鱼的朋友圈 发了那个公众号的二维码 说是请朋友们都关注一下 然后冯承就主动发来了消息 当然 卫防鱼堂里的鱼都跑出来打扰她 我姐把除了冯承以外的鱼都给屏蔽了 冯承说 我们公司有500多名员工 我让所有员工都关注了你发的那个公众号 我姐回了句 十分感谢 紧接着 那冯承又发个1314的红包过来 我姐没收 冯承就说要请我姐吃饭 结果 我姐又拒绝了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 冯承家里是开公司的 据我姐说 她来医院接她开的那辆奥迪 是她家里最普通的车 而她之所以开最普通的车来接我姐 是担心开的车太好了 行秃了我这个独立 正直 且一点也不贪慕虚荣的姐姐 先前 冯承寻找各种牛头 想跟我姐见面 我姐都拒绝了 我就特佩服我姐 真沉的住气 直到那天上午 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同样的操作 我姐的朋友圈指 对她一人可见 和爱车短暂分别一天 去保养拉配图是一张汽车的照片 那的确是她的车 不过她的朋友圈后缀 显示医院的地址 冯承就是顺着朋友圈的后缀地址 才在医院门口 把我姐给等到了 冯承第一次见我姐是在餐厅 比时 我姐打扮的性感妖娆 特别有女人味 她第二次见我姐 是在医院门口 比时我姐下午还得上班 所以 她连白大褂都没脱 一副普通的黑矿眼镜 架在鼻梁上 头发也随意地扎了矮马尾 明明跟性感完全沾不上边 可是她天生地质 一张不湿粉袋的脸 却比很多女生化完妆的脸都要漂亮 那种漂亮是自然的 干净的 令人舒心的 偏偏 我姐日常的工作打扮 却又显得她文雅显静 冯承一眼看到她时 眼中布满了浓浓的惊艳之色 意料之中 冯承彻底沦陷了 大概一周后 我姐问我 还记得冯承的女朋友 曾经来科室 打听过冯承那方面的事吗 我顿时来了 兴趣 姐 你弄明白了 我姐的唇角轻轻扬起 眼中掠过一道嘲弄之色 昨天晚上 冯承为了证明她对我的心意 她当着我的面 总共删了六个女人的微信 她说以后 她只想一心一意跟我在一起 我忍不住抱了粗口 草 她一下子脚踩六条船 也只是偶尔的精神不济 猛男啊 我姐见我这么激动 哑然失笑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 好奇地问 那你答应跟她在一起了 我姐却漫不经心地挑了挑眉 我也跟她表明了我的心意 我只是把她当成我很好的朋友而已 我看着我姐 忍不住笑道 那她肯定又会说 没关系的 我可以等你 我姐抬起手 眼神温柔地看着我 然后使劲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你什么时候变成冯承肚子里的蛔虫了 我反驳道 错了 是你鱼塘里的鱼太多了 我都见怪不怪了 冯承正是对我姐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有天晚上 冯承把我姐送回来时 我姐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我小声问了冯承一句 你惹我姐生气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冯承一脸同情地看着我说 许博文是你男朋友吧 我不解道 是啊 怎么了 你认识她呀 冯承说 她跟她合伙人方为 最近有个项目想找我投资 不过我没想到她竟然会是你男朋友 我们刚刚在水吧碰见她了 你姐拿酒瓶子把她的头给敲破了 我顿时目瞪口呆 冯承说完 还把她手机递给了我 我拍了视频 你自己看吧 视频里 许博文搂着个女的 两个人有说有笑 没一会儿还亲上了 我傻傻地看着视频 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男朋友会劈腿 没一会儿 我男朋友的电话打完了 我刚接通了她的电话 就听她在电话里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老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四年了 感情一直很稳定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劈腿 我一张口 声音颤抖地问 你在哪 她告诉我她去医院包扎了 言语间还可怜兮兮地说 老婆 我流了好多血呀 疼死了 不过姐姐打得对 我该打 我说 我去找你 我刚准备走 我姐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 一脸冷漠道 我开车送你过去 冯承在一旁急忙说道 我也去 我姐当时一看 就心情特别不好 她说 不用 你去了只会给我添乱 冯承善善地笑了笑 好好好 那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随叫随到 医院的病房里 许伯文一直抱着我 一脸的懊悔 却口口声声说 都是她哥们方位带坏了她 我心里难过 哭得泣不成声 我姐却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我从来没有见 我姐的眼中 流露出那样冰冷的眼神 那是一种 让人情不自禁 就会打寒进的冷 去找许伯文的时候 我是决意要跟她分手的 结果见了她后 我又开始心乱了 我姐走上前 神色冷漠地 把许伯文的手拨开了 她看着许伯文 语气强硬到不留半点余地 我带我妹来见你 是来跟你分手的 而不是听你怎么找借口 向她忏悔的 说完 我姐二话不说 拿出我的手机 就把许伯文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 回去后 我姐抱着我 我一直哭着说 姐 她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我什么都给她了 一心一意地爱着她 为什么她要这么伤害我 我姐红了眼眶 一直轻拍着我的后背 哄着我说 会过去的 都会过去的 我跟我姐虽然是同母一父 但是我们俩从小感情就好 我妈在十年前 胃癌去世的时候 我姐高中刚毕业 我才读小学六年级 我妈当年因为我姐的爸爸 把婚内数字出轨 才离的婚 离婚后认识了我爸 跟我爸结了婚 我姐是跟着她爸爸那边生活的 但是多年来 跟我们一直都有来往 后来我妈死后 我姐就成了我最依赖的人 许伯文和方为的项目 原本在跟逢城的公司 谈投资的事 结果黄了 那天逢城请我和我姐 一块吃饭的时候 即便我姐还没答应跟她在一起 她却以一副姐夫的口吻跟我说 妹妹 你放心 许伯文跟方为的项目 被我pass掉了 他们敢欺负你 我就帮你出了这口恶气 我低着头 一言不发 我姐则笑看着逢城 笑着说 谢了 逢城顿时一脸受宠落筋道 平时给你发个红包你都不收 你也从来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只要你高兴 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逢城对我姐是真的挺好的 有时候我也劝过我姐 我跟她说 你要不要考虑跟逢城在一起试试 我姐的神色微微顿了顿 片刻后 她眼中闪过嘲弄之色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男人劈腿和家暴是一样的 要么零次 要么无数次 我不由的想起了许博文 其实我最近瞒着我姐 又跟许博文联系了 并且我正在考虑跟她复合的事 忽然听到我姐这么说的时候 我心头一慌 心虚的看了她一眼 我姐忽然问我 对了 你最近跟许博文还联系吗 我善善的笑着 撒谎道 没有 没联系 我姐的唇角微微抿了抿 没眼弯了弯 但眼睛里的笑意却未达眼底 我到底还是跟许博文复合了 但是我一直瞒着我姐 大概两个月后 有天晚上 我给许博文发了条微信 他却一整晚都没有回我 我第二天给许博文打去了电话 他接了 只是语气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干嘛呀 不是告诉过你 我上班的时候 不要总给我打电话 我猛了一下 我什么时候 在他上班的时候 总给他打电话的 可片刻后 我反应了过来 许博文 你到底跟哪个女的说过 上班的时候 不要给你打电话 电话那端 许博文愣了愣 随后跟我说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 总不能我犯过一次错 你以后就一直一神一鬼的 觉得我又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一时间被许博文对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许博文却又道 好了 我正在忙呢 先挂了 我傻傻地看着被挂断的手机 心里委屈 眼泪也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怎么了 忽然我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惊慌失措地抹了抹眼泪 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姐姐已经从我手里夺过了手机 随后查看了我的通话记录 不笑片刻 她的神色也竟然冷了下来 你又跟许博文好了 可我的眼泪却哗啦啦地往下掉 胃里也跟着泛起了一阵阵恶心的感觉 我怯懦地跟我姐说 姐 我 我可能怀孕了 我姐问了我许博文的住址 然后临时跟医院的领导请了假 带着我就杀过去 站在许博文家的家门口 我姐又问我 有钥匙吗 我慌慌张张地从包里拿出了一串钥匙 然而我刚把门打开 便看见玄关处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傻傻地往里走了几步 又看见了一件黑色的蕾丝内衣掉落在地上 我还要继续往里走 可是我姐却一声不吭地拉着我便往外走 出去的时候 我姐狠狠地把门给带上了 光当一声巨响 应该也能惊醒过视力 那张双脸大床上的两个人了 大约一个小时前 我在医院给许博文打电话的时候 她还说她在工作 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就是她所谓的工作 我姐冷着脸 一言不发地拉着我走进了电梯里 后来我们从一楼出来后 我一把拉住了我姐 一边哭一边哀求道 姐 你让我上去问问她 说不定我能误会她了呢 我姐却死死地拉着我的手 目光坚定地看着我说 你是我妹妹 是我最亲的人 你觉得我会让你上去再自取其辱吗 我哭着说 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啊 我姐却毫不犹豫地说 打掉 我绝不可能让你为了这么个渣男 毁了自己一辈子的 孩子没了 我和许博文彻底结束了 我抱着我姐 哭得悲痛欲绝 我说 姐 我恨她 我恨死她了 我姐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 帮我擦去了眼泪 别哭了 你这是小月子 这么哭 会哭坏眼睛的 后来我哭累了 迷迷糊糊地有了睡意 我姐一边帮我噎被子 一边温柔地跟我说 别怕 有姐姐在 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我姐给我批了半个月的假 休养了半个月后 我在回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我姐跟许博文 曾经口口声声说的那个 带坏她的好哥们方卫在一起了 那天我和我姐一块下班 刚从医院门口出来 就看见方卫手里捧了一束 鲜红的玫瑰 朝着我姐笑着招手 我姐的身边追求着无数 可是我想破脑袋 都想不明白 我姐怎么就跟方卫在一起了 不是备胎的那种 她是真的和方卫恋爱了 那天晚上 我等了很久 才等到方卫把我姐送回来 不过方卫的脸上还挂了彩 她被人给打得鼻青脸肿的 却还傻兮兮地笑着 我姐看着她 神色平静道 你先回去吧 把脸上的伤口处理处理 方卫一脸痴迷地看着我姐 连忙点头 好 那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上班 我姐淡淡道 好没关上 我拉着我姐忍不住问道 你跟方卫什么情况啊 之前许伯文就说过她 是被方卫带坏的 逢成那么好的条件 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要 你怎么就跟方卫谈了 我姐漫不经心的笑声 没办法呀 缘分到了 就想谈了 我姐说这些话还不如不回答 我想到方卫那张挂彩的脸又问 那她的脸怎么回事 我姐淡淡地挑了挑眉 她总是一脸无奈 又满脸愧疚 眼圈泛红着说 缝成 你真的很好 我也真的很高兴能有你这个朋友 可是我已经跟方卫在一起了 我不想让她不高兴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 听听我姐这口气 仿佛对方卫是有多爱似的 可我整天跟我姐在一起 压根就没看出来 她到底有多爱方卫 那天 我跟我姐一起下班回去 看见缝成站在我姐的家门口 她的脸色憔悴了很多 整个人看起来都跟丢了魂似的落魄 缝成见我姐回来了 立马笑着走了过来 压压 你回来了 我姐一见缝成 垫脸的速度 简直叫我叹为观止 她一脸难过的走到缝成面前 微微动了动嘴唇 半嗓才问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说 你们聊 我先进去 我一进去便关了门 却又忍不住 又从猫眼的偷偷往外看 缝成哑了嗓声问 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我姐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对不起 如果没有方卫的话 或许我会选择你 可是感情的是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 缝成却忽然跟打鸡鞋似的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呀呀 我会一直等你的 方卫那个人 我跟他打不几次交道 我不想在你面前 说他哪里不好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姐一脸赶激的看着缝成 谢谢你缝成 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我三生有幸 缝成苦涩的笑了声 可我一点也不想 只跟你做朋友 我姐低下的头 不再言语 两久 缝成问 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姐的眼圈一红 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 缝成见了 心疼不已 她一把将我姐抱在了怀里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又惹你伤心了 她一说 我姐的眼泪掉得更凶 忽然她捧着我姐的脸 便亲了下去 我姐和缝成在门口吻得 难舍难分 而我已经找不到任何言语 可以来形容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了 两久 我姐仿佛忽然清醒过来 一把推开了缝成 缝成 我们不该这样 我们是朋友 就这样到此结束吧 我姐满脸惊慌失措的 看着缝成 缝成红着眼 苦笑了声问 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 我姐急忙否认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你赶紧走吧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我只想好好休息 缝成无奈的叹了口气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但是呀呀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就算你有了方位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我不禁感叹 多么令人感动 置身的情意啊 可我姐一进家门 前一秒她难过的 与缝成告别 后一秒她关上门后 脸上却闪过嘲弄之色 我倒了杯水 递给了我姐 她接过水 优雅的抿了一口 我在一旁问 姐 你这样就不怕翻了船啊 我姐淡淡的挑了挑眉 轻声笑道 你觉得翻得了吗 我愣了一下 细细品味了一番我姐的话 我姐跟方位交往 并没有瞒着缝成 缝成却还对她穷追不舍 而我姐和缝成的事 也并未瞒着方位 纵然方位知道 我姐身边有缝成 这么个强劲的追求者 但方位对我姐 可没有半点要放弃的意思 那两人甚至还打过架 绝了 我姐这碗水端的 简直平得令人发指 我姐几乎每天都会出门 跟方位约会两三个小时 但是 我姐从来不会跟方位 单独在外面过夜 以前我跟许伯文在一起的时候 跟方位也打过交道 可自从方位跟我姐在一起后 她就更变了个人似的 她深深地爱上我姐 爱得欲罢不能 如痴如狂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姐是不是也爱上方位了 不然她怎么可能那么有耐心 一直跟方位谈恋恋爱呢 他们在一起三个月后 方位跟我姐求婚了 方位求婚那天 我也在场 她看着我姐深情款款地说 你说过 你妹妹是你最重要的亲人 所以今天我特地想当着她的面 向你求婚 我承诺 我方位这辈子只爱你一人 不论生老病死 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我在一旁笑看着我姐说 赶紧表示表示啊 我姐看着方位手里的戒指 一时间仿佛不知所措 我以为她感动到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结果她忽然扬起唇角 眼睛里不满的笑意 只是我发现 她的神色却是那样的平静 方位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姐不仅拒绝了她的求婚 还跟她提了分手 方位是真的爱惨了我姐 我姐跟她分手后 方位为了不影响她工作 只能每天来小区里堵她 为了挽回我姐 方位甚至跟我解下跪 哭着求她回头 我几乎不敢相信 一个大男人 为了挽回一个女人 真的可以卑微到这样的地步 我跟方位 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了 大学那时候 她很受女孩子欢迎 我听过不少女孩子 为她怀过孕 打不胎 她一向都不会负责 并且跟这个女生分手了 很快就能找到下一任女朋友 我姐看着她 跪在自己面前时 也只是冷漠地笑了笑 我发现 她看方位的眼神 跟看一条濒临死亡 正在狗言残喘的狗 没有任何区别 我忽然恍然大悟 我姐她从来就没有真的爱过方位 我姐跟方位分手的事情 被许博文知道了 她跟方位是多年的哥们了 知道我姐毫不留情地甩了方位 许博文有次 陪着方位一起找上门来 方位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憔悴不堪 一看见我姐 就忍不住哭 开口就开始求她回头 说实话 我一度也在想 我姐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好好的一个男的 对我姐折磨的都快不成人形了 只是在这件事上 我姐的立场很坚定 既然分手了 就绝不可能再负合 为此 许博文对我姐破口大骂 我为了维护我姐 也跟许博文理论 许博文对我多少是有些愧疚的 最后她只能带着方位离开 而我也护着我姐 怒气冲冲的把门给关上了 我本来想着 对方位和我前男友这么一闹 我姐肯定造型坏了 结果我一转头 却看见我姐在看着我笑 我不明所以的看着她 你还笑得出来啊 你说你要是不喜欢人家 干嘛跟人家谈这么久的恋爱啊 我姐漫不经心的耸了耸肩 刚准备夸你 还算有良心 知道维护你姐 一转眼 你倒先教训起我来了 我无奈的叹了口气 你也不小了 遇到个这么爱你的男人 应该要珍惜嘛 要是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我姐却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你真以为方位爱我啊 她反问了我一句 我错愕的说 难道不是吗 她明明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 我姐却轻轻地扬起了唇角 我仿佛在她的眼睛里 看到了浓浓的嘲讽轻蔑 或许她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爱我 但是没办法 我不爱她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我姐到底在想些什么 既然不爱 为什么还要跟方位谈这么久的恋爱 没想到 我姐忽然问我 你还惦记许伯文吗 我沉默了下来 许久后 我说 我对许伯文只有恨 许伯文为了帮方位挽回我姐 好几次联系我 让我劝劝我姐 都被我骂了回去 大概三个月后 我姐说晚上要出去约会 我笑着问 你是不是打算跟逢成好了 我姐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 她在我这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我不解的看着她 利用 我姐笑道 不然呢 你以为方位为什么会爱我爱得这么疯狂 男人啊 有竞争才能激发她的战友欲 尤其当她的竞争对手 要比她优秀很多倍的时候 我却偏偏选择的是她 我错落地看着我姐 忍不住问 那逢成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呢 我姐冷笑了声 她会放手的 纵然她的心在我这 可是她的身体却属于很多个女人 她口口声声说会一直等我 她是在等我 但是等我的同时 你以为她会安耐住身体的寂寞吗 我以前满眼满心都是许伯文 总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后来现实际二连三的将我打击得一塌糊涂 如今 口口声声说爱着我姐 会一直等她的冯成 我见过她 为了我姐憔悴的不像话 可是背地里 她那副丑陋的面孔 又跟许伯文有什么两样呢 我姐笑道 放心吧 我会让冯成带着愧疚 彻彻底底的从我的世界里滚出去的 那晚 我跟同事约好了 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结果我们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 放映厅最后一排的情侣座 那忽然打合起来 因为放映厅那一片漆黑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 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 开了灯 我才看见 是方韦跟许伯文在后排的情侣座打架 我一时间有点猛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 我姐也在哪 方韦骂许伯文 什么狗屁兄弟 她是我女人 你不知道吗 许伯文也毫不示弱 你们都已经分手很久了 我追她有问题吗 方韦却神色扭曲地辩驳道 她只是一时没有想明白 她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姐就站在一旁 双手抱在胸前 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个 我被这一幕看傻眼了 我姐跟许伯文 他们怎么可能 可忽然 方韦不知道从哪里抽出来一把匕首 她一双新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许伯文 我叫你抢我女人 去死吧 去死吧你 她边说 边狠狠地将匕首 捅进了许伯文的腹部 鲜血不断地从许伯文的腹部涌了出来 放映厅内彻底乱了起来 我看到那一幕时也慌了 偷一转头 便看见我姐 我太熟悉她的眼神了 冷漠地像一个无情的旁观者 明明事情因她而起 她却表现得毫无关系 然而那一刻 我却哭着跑了出去 那是我最亲的姐姐 为了我的恨 不惜一切 也要报复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那天晚上 我姐像的没事人一样 将近凌晨才回的家 我知道 她是被警察带去警察局问话了 我其实并没有睡着 想着我姐为我做的那些事情 辗转反侧 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我姐进了我的房间 漆黑的夜里 我闭上双眼 没来得及盖好被子 便假装睡着了 她走到床边 轻轻笑了一声 这么大的人了 还踢被子 她温柔又小心地 帮我盖好了被子 随后又很轻 又很温柔地说了句 欺负你的人 都遭了报应了 说完 她便转身从我的房间离开了 听到她关上门那一刹那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的姐姐 不论在外人眼中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可在我心里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人 全文完